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戈尼流的全家 然后让他们说出方圆 得了这个明镇 就如同在五旬节的时候 这些事情同样的发生在这个门徒的身上 那现在也发生在外邦人的身上 那这个历史性的一刻 证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那第一 这个告诉我们 这个福音是超越人的文化 超越种族 超越人的等级 超越领域 那一样的福音 只要人信 都一样 都能听明白 也都能够回应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 像这样的人传福音很难 他们很封闭 他们很固执 很难向他们传福音 那各位 其实这个不是福音性质的问题 那是我们有限的问题 我们有限的问题 那我们怎样有限 那有时候我们一直处在一种文化界限里面的一个障碍里面 当然更大的问题 其实是我们并不认识这个福音的核心 各位 我们讲到福音的核心的时候 那简单来讲 福音的核心有两个 就两样 那第一是什么 就是人罪的问题 罪的问题 那另外一样是什么 就是神的救赎 基督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你信主的第一天你就知道了 这两样的东西 然后你要知道这两样东西 然后你才可以受洗 对不对 那人没有罪的问题 刚才我们讲 第一 罪的问题人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那救赎也是人没有办法给予的 只有神能够给予 所以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 但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确认这个事实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放胆地去传这样 所以很多传福音的人就会想办法 所以尽量用一些比较靠近人文化的一些信息 一些有文化色彩的信息 或者一些的文化色彩 文化风味的信息来介绍这个福音 所以在教会界久了你就会看到 有很多人会发明很多传福音的方法 那我曾经听过一些牧师或者一些人做见证 他们是把耶稣就大概介绍成好像一个江湖大哥这样 然后我们的主有千千万万个小弟 你要不要跟他 这样 或者就把耶稣的样子就画得很像西方人 很靠近这个西方的文化 或者把圣经的道理就讲成好像孔子的道理一样 那如果我们继续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是好像一直在把这个文化的色彩放进这个福音里面 如果是这样 那是不是说我们到这个日本传福音 我们就要有这个日本的色彩 所以到了日本耶稣就要穿和服 然后到了韩国就要穿韩服 然后到了马来西亚就要带颂古 是不是要这样 那其实这个会给人更多的误解 更多的误解 所以各位我们要知道 罪和救赎 就是整个福音的核心信息 那也是这个普世性的信息 是诗人听了都会明白的 所以即使我们知道人不喜欢听这个有关罪的信息 但人的良心里面还是会知道自己是有罪的 这个是叫人无可推诿的 那即便人会偏向很多的宗教 那有的人是一神论 那有的人是多神论 那有的人是无神论 但是我们都知道人的心 还是渴望 从这个苦难的世界里得到救赎 所以当我们越把这个天上的信息 再加上这个文化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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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我们越来越会逝去 这个福音的中心信息 所以各位要记得 福音是超越文化的 神是不骗待人的 那我们问 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难道我们不需要这个文化背景的考量吗 也不是 因为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就告诉我们 当福音进入每一个的文化 每一个的人群 每一个的种族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有这个文化的考量 那如果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的信息 我们就知道当这个福音进到这个外邦世界的时候 使徒们面对什么 当这个福音进到外邦人世界的时候 使徒们面对一些外邦人 拜鬼的文化 然后拜偶像的文化 然后福音一来到的时候 就马上跟这些文化宣章 那各位有没有发现 那保罗有时候他进到一些外邦的世界 比如说雅典 雅典这个地方是一个学问之地 学问之地 所以那里的人都很优雅 很崇高哲学思想文化 当然他们也拜很多的神 所以保罗到他们那里要讲到这个 基督复活的信息之前 他是先慢慢把他们带到一个 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他是让他们慢慢地先 靠近这位掌握人 生死窝福的神 所以他就对他们说 你们拜这个未知之神 未知之神 那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我给你们介绍 这样 然后他又慢慢说 这位神 这位神 其实他离我们都不远 我们的生活 动作 存留 都在乎他 所以从这个地方 我们发现保罗传福音是很巧妙的 就这样跟 在雅典 就跟这些人 传福音 他是灵巧的 他不是马上看到这些人 马上就说 你们这些 整天想东 想西 想一些有的没的的 这些笨蛋 现在我要唤醒你们 不是这样 而是让他们明白 这个人性里面 喜欢寻求知识 喜欢寻求一些 超自然的一些东西 所以保罗就向他们解释 其实这些东西 都是处于神 都是处于神 所以就渐渐地 向他们讲明 所以从这些方面 我们就知道 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 他是有考量到 人和人之间的 文化障碍的事情 那我们也在 《史如行传》的记载里面 可以看见 所以当很多外邦人 开始信了主之后 又面对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使徒们 这些使徒们又问神 然后外邦人 需不需要守我们 这些犹太人的律法 他们需不需要 受隔离 这样 所以这些事情 又好像跟一个文化性的 超越种族的那个事情 好像有关系 然后在《史如行传》 也告诉我们 这个彼得把福音 传给哥尼流的时候 然后他讲 他也要除去他自己一些 犹太的思想 对不对 犹太的传统 犹太的思想 特别是有一些戒律 主义的地方 所以这里 说到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在传福音的当中 人的文化 确实会带给我们一些挑战 还有一些障碍 那就是这个地方 特别是这个地方 我们要受圣灵的指示 和依靠圣灵的地方 所以我们如果 因自己的文化 然后对其他人 存有一些的偏见 或者也不去多思想 这个听福音之人 有什么的文化障碍 那我们慢慢就会变成一个 不依靠圣灵的人 所以我们 主耶稣基督 道成肉圣 来到这个人间 来到这个完全不认识 他的地方 然后把这个天上的信息 带到人间 把天上的文化 带进入这个人间的文化当中 那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这一位 被圣灵充充满满 然后有恩典 有真理的 这位神的儿子 要给我们看的 给我们看他的作为 给我们看他所做的 所以这方面我们要多祷告 要多学习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 也正在带领我们 他的圣灵 也在带领我们 所以我们不要凭自己的意思 因为福音的宗旨 是叫我们跟从神 不是跟从人 不是跟从自己 那跟从神的意思 不是随从自己的意思 所以往往我们的自己的意思 反而会阻挡神的工作 那么在彼得 要不然我再看下去 在彼得这个犹太人 像戈尼流这个外邦人 传福音的时候 他怎么做 我们可以看到他很直接的 就把这个中心 直接带到基督 把中心直接带到基督 各位 我们人和人之间 有一些隔膜 有一些障碍 隔膜 障碍 什么的 也一直要想办法 怎样去解除 连传福音者在这个地方 也想着要怎样给他 这个比较贴切一点的感觉 有一个相关感 但是各位 其实你一定要 来做一个决定 并且要有一个的宗旨 就是你是要传基督的 这个我们要很清楚 我们是要传基督的 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千万不要讲了一大堆东西之后 然后没有那个中心点 我们是要把人 带向基督的 所以彼得将神所差遣的 这位基督和基督的死而复活的事情 讲得很清楚 所以圣灵就很急促的工作 就临到了哥尼流和他的一家人 然后在听道的当中 他们的心就向神 做出一个很真实的回应 所以彼得还在讲道当中的时候 圣灵就降临在这个听道的人身上 然后过后就 那方圆的证据就显明出来了 显现出来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刻的时候 这里好像讲到跟一般的布道会 有一点不一样 那一般的布道会 它是传讲不应信息 然后讲完之后 传到人才会呼召 今天谁听了神的道 之后你们有感动的 请你们举手 然后问大家要不要接受基督这样 这样的回应 是好像有一个规律的 但是 各位 我们有没有看过这些牧师 带领布道会的时候 讲到一般的时候 忽然间 停下来 圣灵来了 圣灵的工作 来了 降临了 没有对不对 没有对不对 都是先讲完道对不对 所以我们好像跟这个初代教会的时候 有一点不一样 刚才我们所讲的 那其实这个不是叫我们每次布道会的 要做这样的东西 这里我们是在讲一个真理 就是彼得在传道的当中 传道的当中 圣灵在属于自己的意识 那各位先要明白 那各位先要明白 救恩 是圣灵主动的工作 那可能有些人在听的当中 圣灵就已经感动他了 使他的心在听的当中 就默默向主做出一个回应 然后他真的信了 真的信了 也或者在之前他已经听过很多次的福音 然后他也之前就已经信了 但是只是这次他参加布道会的时候 或者他第二次 第三次 他来参加布道会的时候 他非常感动 然后他就举手了 所以我们不要有一个错觉 我们不要有一个错觉 就是说 他信的最后这个时刻 就是你做出那个决定 你举手 然后你就信了 你得救了 不要有这个错觉 不要这样想 这个传道牧师在布道会 把这个福音信息传讲的时候 然后呼召人 叫人举手 各位 那个动作不代表你是在那个时刻得救的 不代表 可能你在之前就已经向神回应了 因为信心是来自我们生命里面的事情 也不是一刹那的 是圣灵重生你 圣灵重生我们 然后是我们信心能够呼求他 但是可能你在那个举动里面 只是给你一个确据 给你一个确据 你自己也看到你自己 向神做出这个回应 给你自己有一个确据 另外是什么 也可能叫众人也看见 你在那时候向神回应了 然后也跟你一起喜乐 所以各位了解 就是这个用意 所以我们不要用蜀肉的那个样子来解释 蜀灵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先要明白 圣灵 事行救恩 祂使人归信 这个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 这个是在心灵里面 肉眼看不见的 但是会渐渐 接着那个人生命的表现 他生活的表现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人信了 所以传福音的重点 我们是不要放在 激动那个人的身上 那个人被激动 那个时候他被激动 然后他做出一些决定 他愿意接受 主耶稣基督的那个表现 表示他已经得救了 各位 这样的得救观念 是有一点错的 有一点错的 那当一个人 特别是传道人 特别是传道人 如果在这个有关救赎方面 有这个一点错的时候 那他传福音 他传福音很好 但是他传福音的当中 他的着重点 如果只在于把人带到这一刻 被激动的那一刻 然后激动他们 让他们举手 他们就算得救了 那这种观念最后就变成一个怎样 变成什么事情 变成其他人也有样学样 就是把人快点抓来教会 抓来小组 然后一直跟他讲 绝肢祷告 绝肢祷告 然后 你做了绝肢祷告 全部拍手 你得救了 各位 福音哪里是这样的 福音哪里是这样的 这个只是一个激动 说如果福音是这样的 那是你大 还是圣灵的 这样就变成你大了 因为全部都是你在主动的 不是圣灵的 所以各位 你要让圣灵做工 不要加进我们自己的仁义 还有我们的用力 让圣灵做工 所以你把福音讲得清楚 你把这个罪讲得清楚 你把这个救赎讲得清楚的时候 让圣灵去感动人 叫人的心 诈心 使人自己的内心里面 能够向神做出一个回应 所以彼得在这个地方 就这样在福音 呈现得很清楚 然后他恳求圣灵 自己在他的主权里面 做出这个拯救的工作 所以我们传福音的人 都应该是要这样 那我们继续来看 这个彼得 怎么将福音 传给 哥尼流的全家 那各位 我们一起来看 这个使徒行传 第十章 今天我们要完成整个第十章 那上一次我们讲到 这个哥尼流 向彼得讲 他是怎样得到 这个天使的指示 然后他派人去找他 然后彼得怎么说 我们一起读 十文行传 十章 三十四 三十五节 彼得就开口说 所以各位我们看到这里 各位不要误解这句话 这句话不是说 在各国各邦 所有敬畏神 然后有宗教信仰 所有行善的人 神都会喜悦 这句话不是说 哥尼流就是一个 敬畏神的人 敬畏犹太人的神的人 然后他行善 然后他不需要信耶稣也可以 然后神就喜悦了 不是这样 不是讲这个东西 这句话基本上是 带出两个意思 第一 是讲到有关神的属性 那第二 是有关神 整个救赎的计划 那第一 我们有关神的属性 这里彼得很清楚地说什么 神是不骗待人的 不骗待人的 这个就讲到 神的一个公义的属性 如果我们去看 这个立位记十九章十五节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神嘱咐他的子民 十九章十五节那里是讲 我读给你们听 你们是行审判 不可行不义 不可骗护穷人 也不可重看 有势力的人 只要按照公义 审判你的灵色 那这本神就告诉我们 我们的神是什么 我们的神是公义的 我们的神是不骗待人的 祂也不会看你 因为你 你这么穷 你这么可怜 所以我就骗护你 骗待你 不会 所以你不对的话 就算你可怜 就算你穷 你也是不对 或者 你有势力的 你有条件的 就奉承你 这样 从来不是看这个 所以各位要先了解 神的属性 神把这个福音 带出来的时候 这个福音就显示了 我们神的属性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历代之下 十九章七节 这里有说的 来我们一起读 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 谨慎办事 因为耶和华 我们神没有不义 不骗待人 也不受贿赂 所以各位 其实我们的神 我们可以看到 有始至终 都不骗待人 我们神不单是审判人 一些是非的事情 然后还把这个 救恩的祝福 是带给全人类的 全人类 所以这个救恩 告诉我们 我们是因心而称义 所以跟我们的条件 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这方面 是绝对不骗待人的 所以神对人的态度 并非以我们 外在的标准来定夺 神不会以我们的外貌 我们的肤色 种族 国际 我们的人种 等级为标准 神不骗待人 骗待人的是谁 骗待人的是我们 所以我们要知道 骗待人是我们 堕落的人的 一种的本性 所以我们特别是看到 跟我们一些 不同种族 然后不同肤色 或者口音 也不同的人 我们马上就会 产生一种 不熟悉感 所以我们人最怕 就是这种 最怕就是这种 不熟悉感 那这个不熟悉感 里面就产生一种 自然的 歧视感 歧视感 甚至有时候 我们会在教会里面 也会分 分你我 然后一起服事的时候 然后一不小心 就会这样 你一挡 我一挡 也就会有这样的事情 这样的东西 会出现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当中 所以有些人说 为什么讲我们结党 保罗是讲不要结党吗 其实各位 结党是我们 最容易做的东西 有时很多时候 我们无行动 我们就做了 但是我们还是 或者不自觉 或者否认 所以各位明白吗 所以好像 你比较支持我的 你就站我这一边 我们就站在一起 我们就从这个地方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就成为一个保护区 就不接纳 有了这个保护区 我们有自己一个 我们讲自己一个 gang 自己一个 然后就不接纳 或者不多接触 也不去理解 跟我们不太一样的人 跟我们这些想法 有一点不一样的 个性有点不一样的 我们也不去多理解他们 所以我们很容易 我们人很容易 会犯这种的错误 所以如果你知道 你有一点点这样的东西 有一点点这样的 不公义 偏袋 歧视 的那种眼光 那种心态 出现的时候 各位福音 马上就被 削弱了 福音马上被削弱了 所以那种 彼此相爱 彼此接纳 用福音来改变人 改变你的肢体的心态 就没有了 然后就只有这样 只有我 你 我们 你们 就变成这样 所以各位每一个基督徒 读了有关使徒们 怎样执行 怎样遵行神 来执行这个大使命的事情 把这个福音要传到 万民 我们看了这个 我们就要应用 应用这个东西 应用这个事情 那我们在境内里 对不同的人群 或者对我们一些文化背景 不相同 我们个性做事 也不一样的 弟兄姐妹 我们要去深思 我们会不会 也落入这样的光景 我们会不会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这种 骗带的后果 骗带人的后果 那最终 会是怎样 那最终是会使福音的祝福 在人群中被削弱 所以人的心里就开始会说 这个神的福音 有分的 有区别的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你们 我看到你们的 带人处事 你们的行事为人 都是这样 你们都是会骗带 你们都不是一视同仁的 福音就变成这样了 各位 所以你们对待 有些人就非常的礼貌 但是你面对有些人的时候 你就看不起他 你就轻视他 所以人都感觉到 我们的态度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都是一样的罪人 各位我们都要记得 我们都是全部人 无论你条件如何 个性如何 我们都是蒙受一样的恩典 也因着这个恩典 我们得救 所以可能你会说 没有啦 我不是骗带啦 我只是有一些轻看 这些有软弱的字体 那这个是跟文化没有关系的 这个是跟那个人的软弱有关 所以比如这个罗马书十字章就讲到 软弱的人跟刚强的人 这方面的事情 这个罗马书十字章 各位有时间去看 然后比较刚强的人多蒙受 这个神的恩典 是要来干什么的 要来做什么 让你自己很享受 很夸耀 自己很刚强 不可能 不是这样 所以如果你在地上 有一些好的条件 比如说你很轻易的 就把圣经读了很多遍 然后也很熟读神的话 然后一些的软弱 你也能够胜过 然后或者你又比较有信心 然后你被人逼迫的时候 你都能够承受 各位如果你有这样的条件 感谢主 但是这个刚强 不是叫你来论断你旁边的人 这个时候 你要用这个刚强 来扶持你旁边软弱的人 所以有些人 软弱的人总是起不来 没有能力起不来的时候 你就这样 忍耐他 劝勉他 接触他 扶持他 各位你这样做的当中 你就是用神的恩典 带给你的这个刚强 来扶持你旁边人的软弱 那有一天你看他 因为你的爱心 你的忍耐 你的关心 然后他改变过来了 各位 你是何等的喜乐 何等的感谢主 那你就知道你已经善用了神给你的这个恩典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用的话 你就一直留在这个 这个人这么软弱 这种问题 我以前信主的时候 两三年就搞顶了 我就解决了 他现在还是一样 为什么他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 你就慢慢会失去这个恩典 然后失去恩典的样子 会是怎样 就是在你心里面生出一种 骄傲 生出一种骄傲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 如果我们生命里面领受了很多的恩惠 当然不单是恩典 心心各方面 然后也 甚至你 也能够有很大的爱心 但是各位 你要知道 你领受这个 这么多的恩惠里面 你要知道里面有一个仇敌 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仇敌 那你一不小心 这个骄傲 就会来了 所以当你拥有这个好条件 你拥有这个刚强的生命 你要用来 担当软弱者的软弱 这个是圣经教导我们的事情 所以刚才讲的罗马书44章 各位去读一读 然后这个也符合了我们神公义的一个书信 因为刚才我们一直讲什么 神是不骗待人的 不骗待人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明白这个 我们才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 那我们再看回这个经文 子徒新章十章三十五节 来 我们一起读 这个是刚才读了 不用紧这个 只有我读 那子徒新章十章三十五节说 原来各国中 那敬畏神行义的人都为主所约纳 那各位这里讲的就是 各国各民里面都有神所拣选的 都有神所预备的一个选民 所以不单是在犹太人当中 我们有敬畏神寻找神的 然后在外邦人的当中 也是一样有敬畏神寻找神的人 所以神都喜悦 神都喜悦 所以我们的神对各国际的人 都是一视同仁的 但是各位要明白 这句话不是说 神对各宗教的人都一视同仁 这个完全不一样 所以各位不要误解 不是各宗教 是各国际 所以我们要明白 人的行善是不能叫人能够达到神面前 不是能够来到神面前的一个先决条件 所以我们跟人的行善是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的 不是你多行善 多做好事 神就拣选你 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乃是神要向各国的人施恩 施恩典 所以圣灵圈先在各国当中 先做育工 所以我们才能够看到 在各国当中都有寻找神的人 那这句话是很重要 因为在这里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就是没有一个障碍拦阻 可以阻止人来到基督的救赎 神救赎的福音 叫人与神和好 也与人和好 所以我们绝对不是叫我们自己和自己的家人 这样享受这个恩典就好 福音的性质本身是告诉我们什么 福音的性质本身是告诉我们有审判 因为有审判 所以神带来救赎 所以这种救赎的性质 如果你明白的话 它会吹闭你的心 教你想到这个人的灵魂的灭亡 这个是何等严重 何等痛苦的事 然后这个 全世界也不能买一个的灵魂 对不对 全世界也不能买一个灵魂 所以这个的明白会吹闭人 自动向万民万人 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甚至你到地级去传福音 所以这个的明白很重要 所以一个人说他认识福音了 神拯救了我 我就这样享受这个很好的恩典 那也不用 也没有想过要用这个恩典 来扶持众人 继续传福音 然后他最终会变成怎样 最终就只有满足他自己的私欲 只有满足他自己的私欲 就只有享受这个恩典 那么之后他带出来的信息是什么 之后带出来的信息就是 这个恩典给我什么 健康财富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就会演变成这样 是一个错误的教导 然后这个错误的教导 现在出现在教会界里面 这个是因为当人没有完整地明白福音的性质的时候 就会有这样的错误的教导 所以福音是一个什么 福音是救赎 救赎的性质 救了你之后 然后在你里面会产生一个怎样的感动 会产生一个你对灵魂的感动 对灵魂的一个急迫的一个感动 所以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 你就看见 哇 那么多迷失的羊 哇 那么多无知的人 那么多软弱的人 那么多痛苦流离的人 他们都很需要福音 他们都需要福音 所以各位 我们再继续看彼得怎样讲 我们看子徒行段36到41节这边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段落 这个段落里面要讲三样的事情 那当然第一讲到耶稣的生平和耶稣的福事 然后第二是讲到耶稣的死 然后第三是讲到主耶稣的复活 所以从这个圣经节里面 我们要一段一段慢慢地讲 所以史路行段10章36节 来 我们一起读 神借着耶稣基督 祂是万有的主 传和平的福音 得道赐给以色列 好 我们读到这 所以各位万有的主的意思 就是创造这个宇宙万有的主 那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 就是要强调 我们的主不单是犹太人的主 也是外邦人的主 祂是传一个和平的福音 什么叫做和平的福音 各位有没有想过 和平的福音就是 叫人 神与人和睦 然后还有人与人和睦 所以没有福音 人就根本没有一个和睦的根基 我们可以看到从创世纪 第三章 人多落之后 然后我们看到 那个咒诅领导人的那个时候 那个关系 那个人跟人的关系 虽然我们在这个地上 我们说我们有友情 我们有相爱 彼此的相爱 但是很自然的那种的隔阂 还是会出现 所以当亚当和夏娃之间 堕落了之后 然后就有这个什么 恋慕 管辖 那种一种不平等的关系 就自然的出现了 人与人之间就有了一种什么 启示 轻视 就有了这种的一种的感觉 所以我夫妇也是 有时在一起的时候 我要控制你 你要听我说的 我要骑在你的头上 然后另外一个就怎样反应 另外一个 我不愿意扶你 你凭什么叫我扶你 所以我们就天天看到 人和人之间有这一种的关系 所以你看人跟人在一起 很好 很有爱 如果没有福音的话 他们很好 很有爱 很大可能是有一些利益在里面 就是两个人朋友 朋友或者什么 很有爱 很什么的时候 很大可能有一些利益在里面 可能两个人就在一起做生意 赚钱了 所以很有爱 但是如果你看 如果没有钱了 或者 钱分得很少的时候 各位就可以看到 那个友情 是不是真的 各位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们都明白 人跟人之间 如果没有永存的福音 其实你不用讲什么的 因为地上的东西都是很有限 很短暂的 所以 如果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这个地上 不是在永存的画上面 那当然什么都不用讲 那一旦那个利益没有了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也就没有了 那只有福音能把我们带到 另外一个的国 就是这个永存的 永存的国 然后带到这个国之后 我们的关注 就不再是地上短暂的国 然后自然也 人也不会把这个地上的利益 看得那么重 也很少会为地上的利益而吵架 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如果你看 如果你看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你看他们父母亲 可能很有钱 然后离世了 然后留下了一些遗产 然后分家产的时候 他们不会吵着去说 我要分多少 我要分 这个是我的 我要分多少 不会这样 这种东西只有非信徒在做 当然你说 基督徒也有 我也看到这样 那是因为他是糊里糊涂的 糊里糊涂的 因为他的心还在 这个地上的钱 利益 在这些名誉的上面 所以会有这样 所以会为这些东西而吵架 当然如果你的心 真的被带到一个永国的时候 永远的国度的时候 各位我们不能说 地上的东西不重要 但是你会轻一看 你有真正的信仰 真正的基督徒 你会轻一看 因为这些 如果因为这些地上的利益 来造成人和人之间 关系的破裂 如果我们常常中看这些 那我们还能怎样去传福音 传不到福音的 所以真正的基督徒 会轻一看 这些地上短暂的东西 所以你说基督徒是傻瓜 那你走到最后 你就知道谁才是傻瓜 最后不单是地上的 连天上的 我们的神也要给我们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 这个是福音的原则 所以万民就是 不相信神 不相信永恒 所以一直在被这个地上的 事情来欺骗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 这个耶稣的生平 来我们看 使徒行传十章 三十六到三十八节 那我们一起读 不是 三十六到三十八节 那我先读 不用紧 我先读三十六节 然后你们才接着三十七节 神接受耶稣基督 祂是万有的主 传和平的福音 将这道 赐给以色列人 祂在 亦以后 加利利器 传遍人 来 神经压 以色列人 以大方 大方 耶稣 这是你们知道 祂周游四方 行善事 一好凡被魔鬼压制 为神与祂同在 所以各位 这里基本讲到两样事情 第一个是讲到 拿撒勒耶稣 所做的工作 所以彼得跟 哥尼流在讲说 这个拿撒勒耶稣 祂在地上 圣平所做的 这些的工作 就是 旧约圣经已经讲了 旧约圣经预言了 弥赛亚要来的时候 所要做的工作 已经预言了 是一样的 所以祂一病赶鬼的工作 是传遍四方 祂做的事情 是人无法做到的 所以 彼得就用 祂的圣平来讲 就是要证明 这位弥赛亚的身份 证明我们主耶稣的身份 所以第二 彼得讲什么 彼得讲 祂是被告的 神是以圣灵和能力 告这位拿撒勒人 耶稣 旧约的君王 我们都是知道 是被告的 对不对 是被用什么告 用油来告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 是用什么告 是用圣灵和能力 告的 所以这个圣灵能力 告我们的主 填满它 所以我们主的能力 绝对是大过 魔鬼 大过所有的致病 大过死亡 因为神与祂同在 所以很重要的是 彼得在讲的时候 彼得在讲这个事件的时候 就好像在讲一个 历史性的事 一个历史的事实 就是在历史里面 真正会发生过的事 就好像跟你讲 跟你说 你不知道 那个拿撒勒人 耶稣 他做的这些东西 你也听说过 但是让我现在 详细地跟你讲 好像在讲一个 发生过的事情 所以各位 我们你们历史性的 事实重要吗 历史性的记载 重要吗 重要 重要 很重要 所以各位知不知道 在初代教会的时候 有一个人 有一个历史学家 他叫做Josephus Josephus 约瑟夫 这个人物没有在圣经里面 没有在圣经里面 叫约瑟夫 Josephus 他是第一世纪的 一个犹太的历史学家 他那时候也是 罗马的一个军官 他写了很多 有关犹太人的历史 他记载了很多 这个犹太国 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那个年代 他是一个当事人 他也是一个历史学家 所以他就记载 记载 记载了很多 他也记载了很多 有关施洗约翰的事情 甚至多过 他记载有关 主耶稣的事情 所以刚才我们就看到 在这里讲到 施洗约翰 怎样预备 这个弥赛亚的道路 他在河边给人施洗 这样 我们都有看到 那么这个Josephus 就是约瑟夫 跟耶稣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然后跟使徒们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所以他纯粹 就是一个历史学家 所以为什么 但是 为什么每次在教会 听到人家 讲他的名字 他都没有在圣经里面 那是因为他带来了 一个历史性的证明 他带来了一个证明 所以如果耶稣的生平 他所做的事 只有耶稣的门徒 在记载 当然我们看到 是福音都有记载 对不对 那如果这样的话 你要怎样说服 非信徒 你要怎样说服他们 你怎样说服人 这个记载 是一个很客观的事情 因为连你自己也会想 是不是因为他们 是这个耶稣的门徒 所以他们自己 有一点偏向他 所以就算耶稣没有做的 他们也自己会写上去 加上去这样 各位 连我们自己也会想 所以神 我们看见神的智慧 神用一个外邦人 然后很纯粹的 很客观的 这样来记载整个历史 整个客观性的一个历史 所以真的 那时候真的有这样的人出现 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 然后他做了什么事 然后他的门徒做了什么事 他就记载 写出来了 记载下来了 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我们 这个要说的就是基督教 我们基督教是有历史证明的 如果基督教没有这个 历史性的这些事实 这些证明 那今天你所信的 基督教里面很多的道理 就是人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 所以你就凭空想象一个信仰出来 然后就想象出来 这个神是这样 呼须很长 然后神造人 祂要造什么 然后要求我们要这样做 这样做 就这样 就凭空想象出来的 自我想象出来的 所以没有一个历史根据的内容 各位 谁要信 你信得再厉害也没有用 就好像一个 一个普通人 一个凡人 然后诚实 冥想 然后领悟出来的一些 关于这个地球 这个宇宙的原理 各位 基督教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 基督教是历史真的证明 曾经我们的神 祂道成的肉身 来到世上 这位神是能够看得到 听得到 摸得到的 所以有人把祂的事情都记载了下来 有这些见证人 能够证实有这样的事情 那祂超自然的神的作为 都是当时的人能够看得见的 所以当时的人看见了 祂的生平和个性 全部都记载下来 所以其实在初代教会的时候 如果在初代教会的时候 有很多的讲道 或者他们传福音的时候 这个有关耶稣的生平 有关耶稣的个性方面 它的讲解是很多的 你知道吗 这个拿撒人耶稣 祂做过了什么 祂在这个地上 做过什么 祂是一个怎样的人 很多这方面的讲解 那在初代教会 当然我们现在是已经离太远了 所以我们现在是全凭 这个历史学家记载的 然后我们来讲解 来考究这些事情 所以因为初代教会 跟耶稣的出现很近距离 所以就一直讲解这些 那形容祂 曾经怎样地活在这个地上 讲得很仔细的 所以说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是有一个历史性的事实 我们绝对不是凭感觉的 绝对不是说 管他不管有没有 是不是心就好 这样 不是这样 这样是没有办法说佛人的 对不对 所以绝对是有一个历史性的事实 那我们绝对看 十六新传 十章三十九节 我们一起读 他在犹太人之地 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 由我们做见证 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 你看这个也是一个见证 他们就见证了什么 见证了耶稣的死 讲到祂的死 这个不只是讲一个事件而已 这里特别讲到 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 为什么要用这句话 因为旧约圣经说 所有挂在木头上的 都是受咒诅的 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 拿撒的耶稣是为了我们的罪 遭受了审判 为了我们罪遭受了审判 所以被挂在木头上受咒诅 所以这里很清楚地讲评 我们的主的死 我们主耶稣的死 然后我们再看四十节 第一三日 他上的复活显现出来 四十一节 是我们从死里复活以后 和他同事同喝的人 所以这里讲到 为什么同事同喝 吃饭也要讲 为什么 各位 证明他不是鬼 他不是鬼婚 所以各位明白吗 所以这里讲 主耶稣和 这些人一起同事同喝 然后这里讲到第三日 耶稣的复活 这个是历史性的记载 所以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神叫他复活 所以主的复活是来自神的行动 所以我们明白 死亡是从来也不能捆绑 我们的主 没有一个人能够相信一个还在坟墓里面的救主 各位要记得 我们信神 我们信救主 我们不能信那个还 现在还在坟墓里面 对不对 因为死亡就是我们人最后的仇敌 唯有战胜死亡的那位才有能力能叫我们复活 所以如果我们所相信的耶稣 或者那些人所相信的很多的 什么教主 什么 今天还是躺在坟墓里面 那我们只能说 我们是相信这个人所传的道理 但是我们不相信他 因为他还躺在里面 对不对 所以各位了解这句话 所以那个人本身一定要胜过死亡 我们才可以相信他 有这个 本身有这个能力 能叫我们复活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 这里讲到复活 主的复活是一个肉身的形状 不是一个灵体的形状 是看得见的 所以他与门徒这样复活之后 他四十天之久就一起的吃 一起的喝 然后有些人就说 哇 这个讲到这样细 这个彼得到底在讲什么 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 就听听就算了 那各位你要明白 这个是跟我们历史性的 整个的事实是有关系的 为什么 因为后来有一些反对基督教的人 就说 这些门徒讲 他们看到那时候耶稣复活 是不是他们自己太想他 就好像你死去了的家人 然后有时你吃饭的时候 又好像看到他 在你对面跟你一起吃饭 就好像一种想象 对不对 好像看到那一幕 所以门徒是不是有幻觉了 所以人就会有这样讲 有这样的说法就会出来 所以彼得就讲 不是 不是 我们四十天之久 我们跟他一起吃 跟他一起喝 然后跟他很实际的生活在一起 他不是鬼 他不是鬼魂 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 而是他真实复活了的 那个肉身的形状 在我们当中 所以门徒是触摸到他的 可以碰得到的 他是一个人的肉身 所以另外这里也讲一句话 他只向他所卷选 被他做见证的人显现 所以保罗讲过这句话的时候 在这个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五到六节的时候 保罗这里也有写过 然后他复活了 他复活了 并且贤给彼得看 对不对 然后贤给 十二个使徒看 然后后来 又一时 贤给五百 五百个弟兄看 所以那时候保罗就讲这个 在哥林多十五章 五到六节那边 所以我们大致这样 知道看过 主耶稣复活的 差不多是五百多个人 那各位有没有问过 为什么 不贤给全世界的人看 为什么不贤给比拉多 不贤给犹太的祭司长 法利塞人 为什么 各位 可能他们看了 也不会信 各位有看到好像那个 地狱里面的那个财主 然后他就会跟亚伯拉罕说 你让拉萨路复活 然后去给他们看 让他们相信 对不对 但是亚伯拉罕说什么 他们如果不信摩西所写的 使人复活来到他们当中 也没有用 他们也不会信 所以这里要跟各位说 没有比人的不信 更刚硬的东西 所以人是很奇怪的 你不信一个东西 你就只都不信 所以有这句话 谁都不信 在你眼前 你都不信 死都不要信 下地狱 我也不要信 但是信的人 就会信 所以不信的人 就会讲 怎么知道 等一下那些见证人 全部都是假的 你们安排的 我怎样知道 那两千年前 发生什么事 有没有 给我看历史证明 有没有那医学声明 有没有 耶稣的DNA报告 这样 那时候哪里有什么DNA 所以这个不信的人 谁都不信 就是这个问题 死都不信 所以为什么不信 给全世界的人看 因为福音的救赎范围 我们要明白 是拣选性的 再讲一次 福音的救赎范围 是拣选性的 拣选 所以神死在十字架上 是为了祂的选民 神要透过祂的见证人 做见证 然后拯救祂所拣选的人 拣选的人 所以神预定要得永生的人 就会信 那不信的 他就算看了 听了 碰了 也不会信 所以拣选 这个五百多人看过了 他们就传 传 然后自然的这个福音 就借着他们的传 然后会进到一个 进到哪里 进到神所拣选的人的耳中 然后他们也传 传 然后就这样两千多年来 很奇妙的 这个福音没有中断 就一直传到现在 所以天主教徒 基督教徒 全世界的三分一的人口 都起码都认识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这个就是圣灵的大难 带来一个很奇妙的工作 所以我们再看 42节 我们一起读 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 证明他是神所立的 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 所以这里讲到审判活人死人的主 各位记得圣经里面 哪里也讲过吗 提摩太后书 然后还有彼得前书 里面都讲过 然后我们再看43节 所以这里要讲的 这个福音的范畴 是审判性的 福音是审判性的 所以他一定会审判活人死人 圣经讲的这个活人是什么 活人就是得永生的人 永远活的 那死人也不是埋在坟墓里面的叫死人 死人是什么 永远与神隔绝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我们的灵死了 灵死了的人 然后最后这些人也要复活 然后受审判 所以我们都会复活 所有人都会复活 有些人复活是得圣命 有些人复活是要被审判定罪 所以我们要明白 这个是我们主耶稣讲的 所以这两种人的区别 他的关键在哪里 一个是最蒙赦免的人 一个是最不蒙赦免的人 为什么 因为一个有基督 一个没有基督 就是那么简单 所以神借助整个旧文历史要证明 谁是最蒙赦免 谁是最不蒙赦免 所以连我们主耶稣基督 来到这个地上 拣选了这十二个使徒 然后十二个使徒当中 就有一个是魔鬼 最不被赦免的 所以并不是主没有给他机会 听这个信息 没有给他机会看神迹 并不是 这个人都看了 听了 然后也天天跟主在一起 碰着了主的 那亲眼看亲耳听的 但是还是不信 死都不信 所以他的罪是不蒙赦免的 这个我们都知道是谁 对不对 犹大 犹大 所以那么今天我们怎么知道 谁是最蒙赦免 谁是最不蒙赦免 怎么知道 各位这个不能随便讲 不能够随便讲 所以如果你没有传福音给人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 所以信徒都要传福音 这样这个福音传到 华人的当中 传到 非洲 传到 日本 甚至日本这样的印度 那各位知道 牧师就去了 日本 就传讲这个信息 那甚至我们觉得 有些很难信的地方 这个宣教室也都要去 就是一些回教国家的地方 那你怎么知道 回教国家的人不会信 你没有传你怎么知道 圣灵的工作 各位 谁能够抗拒 圣灵的工作 所以如果你没有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 你就会一直被自己的界限限制住 然后你学圣经 你学福音的时候 你只有学了一大堆满满的知识而已 那你不传出去的时候 那其实就证明你 不能活出那个福音 不能活出 因为当你要跟人传的时候 你就要给他讲明白 有时你要给他看你的生命 要给他看你的榜样 然后你要跟他讲解 你要理解他整个的情况 他的文化背景 为什么他听不明白 然后你就要 你要使他明白 所以你就要祷告 你要靠圣灵 你要活出来让他明白 所以你不传福音的人 你根本活不出那个福音的 所以传福音是我们信徒首要的 首要的 No.1首要的 然后做见证也是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彼得 如果彼得没有把这个福音 传给哥尼留这个外邦人 那今天我们就完蛋了 我们没有人能够信 所以我们再看 十足行传十章四十四节 圣灵将在一切 听到的人身上 所以我们看到圣灵 没有随便的将在人的 人身上 圣灵将在 听到的人身上 所以我们知道 圣灵是 随着他自己的意识 来施行救恩 但是各位一定要记得 神的道是 圣灵的工作的一个媒介 圣灵的工作是透过神的道 来做工的 所以神用真道 圣了我们 真道圣了我们 什么道 福音 福音之道 各位有些人会 我们也听过 有时有些人会做见证 今天我在 我走在路上的时候 忽然间一阵风吹过来 圣灵感动我 我就流泪 然后我就信主了 或者我坐车的时候 那车brake一下 哎呀 忽然间我被感动 我信主了 各位当你听到这些 见证的时候 也不懂信 还是不信 各位 我们要明白 如果神感动 我们叫我们信 那你之前 一定是 听了福音 所以刚才讲的 圣灵的工作是 借着福音 来做工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 把整个基督教的 福音讲得太玄了 太神秘 没有错 圣灵是神秘的 因为我们 都没有完全了解 这圣灵的工作 但是你一定要明白 虽然是神秘的 但是圣灵的工作 是有根基的 它一定是借着 神的道来做工的 它预备人 听道 然后人在听道的时候 圣灵就做工了 所以各位一定要记得 如果我们没有去传 这个救恩的福音 没有叫人听道 那么圣灵要感动 祂的这个根基 从哪里来 要怎样感动祂 真的一阵风吹吗 不是 一定是从道而来 所以有时候面对 我们的家人 到最后也是不懂 我们的家人 到底是信还是不信 有时可能 他身体有病的时候 还是一种什么 痛苦的状况的时候 那各位 你要一直跟他做见证 跟他传福音 然后把这个信息 放在他的耳 放在他的心里面 当他无助 当他惧怕的时候 圣灵会借着 你曾经对他讲过的 那个福音的内容 来感动他 然后叫他心里面 呼求主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有时我们有一些 教会有一些 布道会的时候 各位可以请 你们的家人朋友来 那无论怎样 叫他们一生当中 至少有一次两次 走进教会里面 起码听了这个的福音 那各位 你也不懂什么时候 神会向他施恩 那有一天他在他惧怕 他在无助的时候 他会呼求主 所以我们最后再看 十六星传十章 四十五到四十六节 那些风格里 和彼得同来的信徒 各位我看到 西齐 那为什么西齐 因为没有想到一样的恩典 同样的恩典 竟然也会临到这个外邦人的身上 跟五旬节一样 他们也外邦人也一样 讲出了这个方圆 所以这边特别再讲一次 方圆赐给他们 这个不是普遍信的 不是普遍信的 不是每个人信的主 都会讲方圆的 因为我们要知道 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刻 有一个强调的作用 所以圣灵降临在这个外邦人身上 使他们归信 使他们成为了第一批 在这个信业圣经里面的 这个外邦人信徒 那你之后你看到 保罗去到这个小亚西亚 希腊全地那些地方传福音的时候 那里也有很多的外邦人信主 但是那里的外邦人信主 没有记载过他们讲方圆 所以我们不要认为 每次人家归信都会讲方圆 这个也是我们对方圆 一个很错误的认识 所以有些人就讲 你信啊 你信啊 你要讲 你要讲 你有这个圣灵的喜 你要讲 讲方圆 你不会讲 学 学讲 所以这个是错误的 各位错误的 这样就是人造出来的一个东西 可以学的就是人造出来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 第一次发生的这个迹象 这个是一个sign 一个迹象 是要证明他们归信了 因为他们说他们信了 那我们怎么知道 因为这个是第一批的外邦人信徒 所以那些人就看到 这个你信了吗 那些犹太人就看到吗 信了吗 看你的样子很饥渴 听到眼睛开到大大 好像是信了 然后等一下旁边的人就讲 谁知道 可能他是眼开大大 但是在发梦 谁知道 然后也不懂这些外邦人 有没有信 信也好 没有信也好 谁去管 那就完蛋了 那就乱了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 很真实的迹象 要有一个共同的 一个sign 一个迹象 所以那时候 所有在听到的人当中 就看到了 哥尼流他们全家 讲起了这个方言 所以神就这样 让他们一定要有一次 这样看得到 这个外邦人 讲起方言 那不然这个犹太人 哪里会接纳外邦人 哪里会相信 这个圣灵也降临在 外邦人的身上 所以这个是一个 历史性的事情 是很强调性的 这个很重要 然后最后我们 看这个 彼得 怎么样 这个是 史诺行传十章 47到49节 史诺行传47到49节 OK 来我们一起读 彼得说 这些人 既受了圣灵 与我们一样 谁能禁止用水 给他们施洗呢 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 给他们施洗 阿弥陀佛 几天 所以史诺行传2章那边 也说过 如果你们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就必领受 所应许的圣灵 所以这里就奉主耶稣的名 就为他们施洗 然后他们就再 请彼得住了几天 所以那时候 彼得马上就停止 他的讲道了 因为在当中的时候 就说了 谁能够禁止他们施洗 所以彼得的意思是 他们已经得着了 他们已经得着了 这个生命 所以跟犹太人 跟我们这些犹太人一样 是领受了圣灵 那现在同样 他们也有了这个迹象 圣灵降临的迹象 然后也同样领受了 那个生命的记号 然后就是给他们收洗 那时候就水洗 帮他们施洗 所以这个就是证明 神怎么爱 这些归信的犹太人 神也怎么爱 这些归信的外邦人 所以感谢主 福音我们都知道 传到了这个外邦的世界 然后那里他就讲到 请彼得住了几天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 我相信彼得留下来 他一定是在 这信仰上的一些根基 在继续给他们一些教导 给他们一些的喂养 给他们的一些的指教 那人在领受了圣灵的恩惠 在归心 我们归心归主了之后 我们还需不需要 在神的话语上被教导 需要 我们很需要被教导 所以圣灵的恩惠 带来了这个救恩 然后也带来了什么 带来了我们地上的老师 地上的老师 所以除了救恩之外 圣灵给了教会两个 很重要的礼物 第一个就是神的话语 就是圣经 然后第二个就是 能够教导圣经的人 这两个礼物 各位要记得 所以简单这样讲 如果你们 好像永生手上拿的这个圣经 当然这个圣经 现在你们随便去哪里买 都可以买得到 但是各位我要讲的是 这本圣经 不要随便 不要随便 因为这本圣经 是以前的改革家 流血 将自己的命 舍了 然后才能够放在我们的手中 让我们读的 如果各位有看过这个故事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 这个William Tindale William Tindale 我们知道改革是发生在1517年 那William Tindale是在1536年殉道的 为什么 为什么他要死 他死的 罪状就是他把圣经翻译成英文 然后印刷成这个英文的圣经 所以那个时候 他就被处死 他的尸体被公开的来焚烧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 读到的这个英文圣经 是William Tindale 翻译出来的 当然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版本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用血 用生命 翻译出来的 我们哪里可以不考究 不读 对不对 当然有时读了 你读不明白 当然神也给教会 有一些教导圣经的 传道 牧师这些 所以我们受了这个 神的话语的教导之后 我们听了之后 我们要抓住这个原则 把它活出来 各位 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的生活 是要怎样活出来 我们生活要怎样活出来 这个一定要回到 我们的父给我们的信件 我们的父亲给我们的信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圣经 就是这个圣经 所以有父给我们的指示 给我们的命令 都在这个圣经里面 所以我们要 最后我们要什么 我们要读经 我们要受教导 我们要以神的话为中心 我们要 将我们的生活的准则 就是这个圣经里面 所写的 活出来 所以各位盼望我们 都能够明白 能够遵循 这个圣经里面的话语 然后也让我们 在这个地上 很短暂的人生里面 能够结出 美好的生命的果子 我们一起祷告 主 我们感谢你 今天你用你的话语 这样的勉励我们众人 那时我们也在你所记载的 这个救恩灵到 外邦人的 这个历史性的一刻 让我们看见主 圣灵 伟大的工作 主 这个整个福音的 工作 主 我们都知道 有始至终 都是主 你主动的 所以主 我们 感谢你 我们也谦卑地在你面前 主 我们 愿意做你的仆人 愿意做你的见证者 主 我们求圣灵来感动我们 也采派我们 为你做见证 为你传着美好的福音 主 让我们 用心地 查考 认识 这个 得来不易的圣经 和这个主你的话语 让我们明白 也遵从主 你在里面的 一切的指示和命令 让我们短暂的一生 能在尖到你面之前 结出美好的果子 求主这样的带领我们 使用我们众人 我们如实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 阿们